第21集 刑哨 两个小时后 凤北某高档公寓楼内 刑子豪闭着眼睛 躺在沙发上 过了不知道多久 开门声响起 一名年轻貌美的姑娘 手里提着一大堆东西走进来 老公 实在对不起啊 我刚刚送我妈回医院来着 刑子豪目光呆滞地看向姑娘 突然咧嘴一笑 没事 你过来 姑娘闻声立马放下手里东西 换好拖鞋一溜小跑地冲过来 拽着刑子豪胳膊问道 你吃饭了吗宝宝 刑子豪搂住姑娘的脖子 突然问 我刚才洗完澡 看见垃圾桶里有男性 用的一次性刮胡刀 谁的 我爸的呀 他昨天和我妈在这住来着 我昨晚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没接啊 刑子豪动作轻柔地掐着姑娘脖子 你骗我 我没有 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 让我等一个半小时 你让我家里领人 我妈要看病所以他们才来的呀 昨晚这是他们在这儿 啪的一声 刑子豪左手掐着姑娘的脖子 抬起右臂 一拳就打在了她的脸上 我等 凭什么让我等 姑娘被打得鼻孔窜血 嚎叫着推丧 刑子豪 你疯了 昨天真是他们来的 我电话没电了 不信你给我爸打电话 你推我 降嘴 你摆不清自己位置了是吧 你他妈说个什么东西 刑子豪真就跟疯了一样 将心里所有的不爽 全都发泄在了这姑娘身上 宛若牲口一般挥舞着拳头 姑娘刚开始还反抗 但是头部连续遭受重击之后 整个人就懵了 只本能地用手臂护住要害 任由拳头宛若淤点般落下 刑子豪打了足足七八分钟 整个人才感觉有些脱力 眼神空洞的大口吸气 满身是血地坐在了地上 姑娘整个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缓了好半天才哭着说 真是我父母来了 不信你给他们打电话呀 打你妈 刑子豪晃晃悠悠地站起身 胸中怒气稍减 床头柜里有钱 哪赶紧滚 你什么意思 我干够了 明天这个屋换个人住 刑子豪拿起粉色外套扬长离去 楼下 刑子豪刚刚坐上汽车 兜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喂 您好啊 行少 我是松江永东 有事就说 瓶子豪低头摸出烟河 声音不冷不热地回应着 永东很客气地回应 松江这边跑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可能去凤北了 袁总的意思是让我过去 求您帮帮忙 来了给我打电话吧 瓶子豪回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松江 永东坐在车内 周梅冲着副驾驶的跟班问道 你确定他去凤北了 不能特别确定 我是打听了小曲身边的一些熟人问出来的 他有一个朋友在凤北关系很好 他现在肯定在松江待不了了 所以很大可能跑到了凤北 永东斟酌半赏 你继续打听 我们先往凤北走 好 跟班点头 深夜十点多钟 秦宇老猫观其三人从凤北车站走了出来 松江 距离凤北大约有六百公里的距离 乘坐轻轨 如果不遭遇到极端气温下的限流 那总用时也就三个多小时 秦宇老猫观其三人出了车站后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妈老二 电话接通妈老二的声音传来 喂 你在哪儿 刚找人打完响 在明觉见见花这儿 我让紫竹哥去打听了一下 小曲的朋友今天没上夜班 那这说明他可能已经跟小曲见面了 是 我不走了 就在这儿等他 他今晚很难出现了 不然你先来找我们 大家研究一下 研究啥呀 咱们目前没别的路子 只能抓小曲 万一这小子后半夜回家见花 那我走了不就措施机会了吗 不用研究 我就蹲他了 老二 干这事一定不能急 你是做轻轨来的 一旦闹出动静 很容易就被锁伤 秦宇不厌其烦地叙道着 一定稳着点 我心里有数 但你不用把注意力全放在我这儿 如果有可能 你那边最好走点捷径 怎么走 我们在这边没啥大关系 买个响还得朋友投朋友 可你要是能找到 本地有些能量的人 帮我在明觉见年华打听打听 那这事就好办了 打听小曲那个朋友 对呀 小曲刚来 这小子很可能会请几天假陪他 而我这边还没有车 只能在室外蹲着 这样整不但见消慢 而且还全看对方反应 可你要是能找到 本地的熟人朋友帮忙打听一下 问清楚这小子平时住哪 咱们不就不用这么等了吗 好吧 我尽量试试 小曲的朋友叫什么 温涛 好 我清楚了 那就先这样 对了 马叔也来了 马老二愣了半天 语气略显无奈 他还是不信我 算了 来就来了吧 我们一块把事办好 谢了啊 小语 马老二沉默了一下回应 这件事 你替我在李斯那扛了不少压力 我心里有数 哥们要是能挺过这一关 你看我以后怎么对你就完了 先不说这些 嗯 就这样 两人聊了几句 就结束了通话 第22集 剑指温涛 车站门口 老猫瞧着潜语问道 马老二怎么说 小曲的朋友今晚没上一班 老二带着子舒他们在蹲坑 但他也不知道这小子啥时候能回明觉 所以他想让咱们找找本地的关系 打听一下这小子 看能不能搞清楚这个温涛的详细信息 只能找老李了 我在凤北也没啥关系啊 你打 还是我打 靠 你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想让我打呀 嗯 那你打吧 两人商量完毕之后 老猫走到一旁就拨通了老李的号码 而秦宇和关琪俩人 虽然在松江也有一些熟人 可他们不敢轻易联系 因为消息一旦漏了 那反而更麻烦 过了大约能有十几分钟 老猫挂断电话返回 抬头看着秦宇 老李答应帮忙问问 好 秦宇低头扫了一眼手表 那我们先进市区 找个地方落脚 等一下马叔 走吧 老猫点头 迈步就跟着秦宇奔路面走去 轻轨列车上 永东坐在豪华单间车厢 低头喝着白水之时 跟班推门走了进来 东哥 我问清楚了 小曲的朋友 在明觉嘉年华当放马仔 今天没上晚班 能打听出这小子住哪儿吗 我找的朋友 在新儿区换 他也不熟悉明觉的情况 估计也不好问出来 永东斟酌扮上 立马掏出手机 小曲朋友叫什么 温涛 永东点头 拨通了邢子豪的电话 喂 行哨 我得麻烦您一下了 说 明觉嘉年华您知道吗 你得问整个凤北高档的娱乐场所 谁他们不知道 我 星子豪撇嘴硬了一声 那太好了 那您帮我打听个人 他在明觉当放马仔 叫温涛 我要知道他的住所和基本情况 他跟要钱的事有关系吗 永东语气非常客气地解释 有 这小子关乎我们 能不能在松江摁死竞争对手 不然我也不会麻烦您呢 好 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吧 行子豪挂断手机 永东见电话已经挂断 脸上笑容堕日时就消失不见了 我苦哈哈地混了十几年 都不如一个小崽子说话好使 你说这个社会公平吗 他不就是靠他爹吗 他跟你比不了 就这一个爹 我再追十几年也不见得能追上 永东放下电话 扭头看着车窗外沉默半上 突然问了一句 你说现在老马干什么呢 跟班一愣似乎没太理解 永东掏出烟河 皱眉沉思半赏 你过来 我吩咐你一些事 你说东哥 你给老三打个电话 永东低一声就冲 跟班吩咐了起来 凤北市区 秦宇正准备拦车时 老猫突然在身后叫了一声 哎 我想起个事来 啥呀 小仙女是不是回凤北了 老猫眼神明亮的问着 说林涵涵啊 秦宇一愣 心里瞬间就想起来 林念磊之前确实要回凤北 而且自己还托他 给可可买化妆品呢 是好几天没见他了 应该是回来了 老猫挺兴奋的说道 那咱们找他打听一下 温涛不就完了吗 上回你不是说了吗 他家在凤北挺硬的 而且还老货 那保不及他同辈里的人 就有点关系能帮咱查查呢 秦宇一愣 老猫说干就干 低头掏出手机 嘀咕道 我给他打电话问啊 现在就是骑驴着马 谁能帮上忙都行啊 某街道上 林念磊拿着电话 十分不满的贺问 林念念 你到底来不来 老子快要冻死了 街上 老猫拨了三遍林念磊的号码 才跟对方通上电话 喂 小夜女 你跟谁通话呢 你怎么突然联系我了 林念磊很奇怪地问着 我想你了呗 痛彻心扉地想 你要点脸 好好跟我说话 林念磊翻了翻白眼 老猫一笑说起正题 我有个事 想求你帮忙 林念磊愣了一下 找我帮忙 好奇怪啊 事先说好啊 让我帮你们做假新闻 那是没可能的 不是这事 那你说 怎么了 是这样啊 我要在凤北打听个人 他在明觉嘉年华上班 你知道这地方吗 知道啊 明觉在凤北还挺有名的 那太好了 你在那儿有没有熟人啊 帮我打听一个放马仔呗 打听个屁 我在那儿能有什么熟人 我又不赌博又不找女人的 那你有朋友经常去那儿吗 你帮忙问问呗 我们找这个人有点急事要问 林念磊眨眼思考半生 是要破案吗 也不是要破案 是有人跟园家合伙 坑了我们一个朋友 现在这小子跑到凤北来找他朋友了 而且这人就在明觉嘉年华上班 我们没办法再跟过来的 药品的事已经有点说不清了 现在只能找着这小子 才能把事处理干净 你说什么呢 乱乱的 我一点都听不懂 这事挺复杂的 在电话里不好说 林念磊愣了一下又问 你们 你们是谁啊 我 小雨 还有关琪都来凤北了 就在车站周围呢 秦云也来了 除了这事我们都被坑了 林念磊咬着红唇 斟酌败上才轻声回应 这样吧 一个小时后你们来暖灯会所 咱们见面说吧 我虽然不去明觉 可家里的哥哥弟弟有时候会去 我可以帮你问问 那才好了 一会儿见啊 好 一会儿见 第百二十三集 约见林憨憨 秦云站在路边 双手插兜地问道 林憨憨怎么说 老猫故意用复杂的目光 看着秦云摇头感慨了一句 还是老话说得好啊 进水楼台仙得月 你能不能说啥呢 老猫斜眼回应 秦云一脸懵逼 回去我就问问 八二八号院还有没有空房了 我是时候要打响阻击站了 啥意思你 我没听懂 冠奇实在忍不住地插了一句 不是 你这脑子咋当作队长啊 你还没明白吗 老猫打电话 林念蕾没扯他 一提你在这儿呢 人家才同意见面 懂了不 哦 这样啊 秦云故作淡然地点了点头 老猫一听这话就炸了 伸手拍了一下关琪的脑袋 就他妈你明白 那啥屌 凤北的基础建筑和整体规模 是远大于松江的 这里高楼林立 交通便利 此刻虽然已是深夜 但是主干路上依旧是灯火通明 不时有车辆在匆匆行驶 各个政府职能部门附近 更是有定点巡逻的警员 周围街道 还不时能看见年轻人 三五成群的走着 总之 这里虽然比不上灾难来临前的一线城市 可看着也要比松江安宁稳定不少 他更像是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少年 因为这里有着随处可见的工地 还有着不停修改发布的政令 以及发展方针 而松江则更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他浑身都是毛病 还在苦苦挣扎 苦苦改变着 现在如今物质极度匮乏 那特区政府自然就要有选择 有取舍的发展 资源倾斜是一定的 而凤北的底子更好 所以它就比松江快了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 秦宇在松江是很难见到出租车的 因为全市有正规运营手续的车 大概不到三十台 而且这还是市政府为了迎合特区改善交通的政令 特批款项购买的 但是东西就是面子工程 因为车太贵 个人承包不起 更买不起 那规模自然就没办法做大 但是凤北就要好得多 特区政府将这个承包给了几家大的公司来运营 然后再通过其他项目给予扶持 所以大公司虽然在这上面赚不到什么钱 可以愿意买个善名 改善一下全市人民的出行问题 虽然价格也贵得离谱 可总归是能见到 三个人由于着急赶往暖冬会所 所以只能打车前往 秦宇坐在车上 扭头看向路边的高楼大厦 以及不熄灯的一些商务楼 突然感慨了一句 这里才像人呆的地方 那肯定啊 特区政府和联合政府都在玩了命的扶凤北 它能不像人呆的地方吗 这里呆的是人 那代规划区呆的是什么 话音落 老毛和官齐沉没了 松江和凤北交界处的边卡 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停在路边 迎面走过来两个鹤枪实弹的士兵 士兵木然地喊了一声 证件 车内司机掏出几本松江的居住证 降下车窗递给了对方 士兵低头看了一眼证件 在第三本上停留了整整一分钟后问道 去凤北干什么 我叔叔去看病 司机笑着回应 士兵摆了摆手 来 下车 我检查一下 后座上特意化了妆的老马 停顿半晌后 立即推门走了下去 检查了能有十几分钟 士兵在没有发现违禁品的情况下 才白手喊道 可以过了 下一辆 再过五分钟 老马拨通了秦宇的电话 我过桥了 马上进凤北 好 你进凤北 那暖冬会错 秦宇交代了一声 轻轨列车在急速行驶着 永东站在窗口旁边 向远处眺望着一望无银的雪地 声音沙哑地问道 确定吗 大约一个小时后 永东领着四个跟班 匆匆走出车站后 就见到了龙兴药物的三太子豪少 永东很客气地伸出了手掌 你好 你好 子豪 行子豪坐在车内也没有起身 只是象征性地跟永东握了一下手 嗯 上了吧 永东一笑 白手招呼几个跟班坐后面的车辆 只是自己上了行子豪的汽车 很客气地说 行商 给您添麻烦了啊 在松江跟你们搞竞争的 不就是一帮烂仔出身流氓吗 行子豪略有不满 袁华混这么久 连这些人都摆不平 啊 啊 这些烂仔背后也有一些关系 黑街区的警司司长 现在力挺他们 一个小司长能起到什么作用 袁华之前不是说吗 他和警署的高层 市政的高层 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这事为什么不用啊 永东自然不会去顶撞 这个眼高于顶的少爷 更不想去絮絮叨叨地解释着 地面斗争的复杂性 所以只能笑着硬道 我们刚开始确实有些失误 大意了 公司找老原图的 就是他们一个省心 现在看来你们也不省心呢 啊 是是 我们以后尽力把事做好 星子豪斟酌半赏低头掏出手机 明觉上班那个小烂仔 叫什么来着 啊 我们先不找他 什么意思 你来不就是为了找这个人吗 啊 是这样的 刚才在车上 我想了一下 既然这个小曲是关键 那我们急着找他 对面肯定也急 所以我刚才让人打听了一下 永东组织了一下语言 轻声细语的就给星子豪支起了招 暖冬会所的清音乐酒吧内 秦宇抠门的给老猫和关琪一人 点了一杯柠檬之后 就不停的看着手表 老猫轻声劝说 别慌 马老二那边不也没动静了吗 现在这事急也没用 耐心等会儿吧 话音刚落 一个倩影就从正门走了进来 笑眯眯的冲着三人摆手 哈喽啊 兄弟们 哎呦 你可算来了 这边坐 老猫一笑夹着裤裆相迎 林念磊顺手将包包放在桌上 挪着屁股坐在秦宇对面调侃 三个大老爷们儿 来酒吧就喝柠檬汁啊 整点烈的呀 兄弟 我都快愁死了 来凤北的事要办不好 别说柠檬汁了 我可能都得喝耗子药了 不是你朋友的事吗 你喝什么耗子药啊 这事吧 是这样的 老猫坐在旁边 轻声就跟林念磊解释起了事情经过 但也是有选择性的回避了很多细节 比如他们和马家的关系 以及上层斗争等事件 林念磊是个正义感很强的姑娘 她听完老猫的话 顿时也是戴眉谨咒 这个原家怎么这么恶毒啊 之前他们高价卖药就被我拍过 还砸了我一台相机 这回为了抢市场 竟然毒死两个无辜的人 真是他们太可恨了 三个人沉默 林念磊磨了磨牙 扭头看向秦宇 这事我可以帮忙 但我没去过明觉家年华 你们稍微等一会儿 一会儿我哥在楼上谈完事 让他下来帮你们打听打听 他在这边的朋友还挺多的 你哥 什么家的哥 秦宇好奇地问 林念磊笑着硬道 堂哥 行 那等会儿吧 你喝点啥 今天没事 我可以陪你们小酌一下 喝一条酒吧 秦宇闻声翻了翻白眼 喝点柠檬水得了 酒那么贵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吗 老子喝一杯酒咋了 林念磊很不满地 瞪着大眼睛问道 他太抠 我请你 老猫舔狗模样毕露地说道 你随便点 今天你就是要喝玉皇大帝的唾液 老子也买单 你真恶心 林念磊崩溃地回了一句 就这样 几人一边闲聊着 一边等待着林念磊的堂哥下楼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左右 酒吧内的人已经离场了将近一半后 秦宇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喂 马叔 我到暖堂门口了 老马的声音响起 秦宇一愣立马起身 行 那你到正门 我去接你 好 秦宇转头冲林念磊说道 你们先聊 我去接个掌呗 楼上 一名面向极为俊朗的青年 穿着泥绒大衣坐在沙发上 正低头看着一打厚厚的资料 明亮的灯光照耀在青年的脸上 能清晰映射出他的脸庞与身段 他大约能有一米八二左右的身高 皮肤很白 脸颊上五官精致 看着有点男人女像的意思 而且 如果你细细端详 就莫名会感觉 他和林念磊长得有点像 可是具体是哪一点像 却也说不上来 沙发对面的中年 笑呵呵地问了一句 来 你看一下 这个方向行不行 如果可行的话 我会期去 就藏你一份新河头 不急 资料我吃透再说 明天跟你笑 中年放下酒杯 你和你爸做事啊 只是两种风格 小小年纪就这么稳当 前途无量啊 哪里啊 我是不敢在这事上出错 青年挠了挠头 立马起身给对方倒酒 啊 来 说 我敬你一杯 暖冬会所大厅美 秦宇已经接上了老马等人 往小酒吧方向走 街道上 邢子豪拿着手机 不容质疑地说道 你们几个过来一趟 嗯 就是我刚才给你的地址 行 就这样 永东见邢子豪挂断电话 立马皱眉劝说 行少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这事完全可以不用咱们办 你找找官方的关系出面 可能会省去很多麻烦 而且还能卖给对方 邢子豪听了一半 顿时神色不耐地摆了摆手 眼神不屑地打断 操 就这几头算也值得我找关系 赶紧办完 你把人领回去就完事了 我是觉得这样有点冒险 对方也不是擅长 那是常年在刀口上 永东还要再劝 行子豪转过头 双眼看向他贺吻 就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样 怎么帮我们家 把要线的事干好 永东闻声 闭嘴 十几分钟后 又有两台车急匆匆地 停在了路边 行子豪立马吩咐 让他们跟上 第一百二十五集 冲突起 小酒吧内 秦渝给林念磊 介绍了一下老马等人后 双方落座 老马轻声冲秦渝问了一句 有捧吗 不知道呢 再等我朋友他大哥下来 让人家帮忙打听 老马这两天被折腾的 构腔满面憔悴 替我谢谢你朋友 旁边 林念磊看着老马等人 眨巴眨巴大眼睛后 冲秦渝说道 一会儿我哥下来了 你们不用说那么多 就说是我同事 因为一个新闻的事 才要找那个温涛 为啥这么说 有啥不方便吗 林念磊憨憨憨地挠了挠头 笑着回来一句 我哥不想让我过多地 掺和社会上的一些事 哦 那我明白了 老猫扭头看了一眼马叔 沉默许久后提醒 你哥只要智力没问题 那也不能相信 马叔他们是你同事啊 马叔心领神悔 你们聊 我们在旁边等会儿 快 给马叔也点几杯柠檬汁 这玩意利尿 老猫 剑嗖嗖地冲着关琪喊了一声 关琪翻了翻白眼 也跟着马叔等人 走到了旁边的卡座 众人刚研究好套路 林念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喂 娘娘 不是 哥 你忙完了 好 那你下来吧 我在小酒吧呢 嗯 嗯 就这样 十几分钟后 面容俊朗的青年 领着一个跟班 身着霓绒大衣 脉步走进了酒吧 林念磊白手喊了一声 这儿呢 哥 有朋友啊 青年笑着走过来 而他的跟班 则是腰杆笔直地 坐在了门口处的沙发上 不时扫着四周 林念磊起身下了椅子 拉着青年说道 这是我哥 林香 哥 这是我单位的两个朋友 秦宇 老猫 你们好 你好 秦宇起身 与对方握手 老猫站在旁边 非常直白地拍着马屁 你们家街也太好了 个顶个长得明星似的 小伙子会说话啊 林念磊一笑 拽着哥哥坐在自己旁边说道 哥 有个事想求你 嗯 什么呀 林念磊撒谎都不眨眼睛的回应 我们追一个新闻案子 需要找个当事人 但找不到 我打听了一下 这个人在明觉当放马仔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 林霄闻声一笑不动声色 你追的什么新闻呢 怎么还和放马仔 手上关系了 嗯 你又不是学新闻的 那你说了你也不清楚 哎呦 有外人 你给我点面子行吗 帮我问问 跟你说了一万遍了 你去松江就是 哎呦 求你点事怎么这么费劲啊 你帮不帮 不帮我们就告辞了 以后别练习了 服了你了 林霄无奈的从兜里 拿出一部军绿色的 半触屏半按键的奇特手机 行 我帮你问问 你们找的那个人叫什么 文涛 林念磊欢快的回应着 林霄在电话本上扫了一圈 起身就要走到一旁拨好 却看到小酒吧门口 呼啦啦的走进来十几个人 昏暗的灯光下 行子豪扫了一眼四周 单手插兜的问了一句 你指一下 都谁是对面的 右侧卡座内 老马带来的兄弟 一眼就盯上了永东 随即不自觉的站起了身 脸色煞白 永东咋来了 永东上前一步 站在行子豪身边 左侧那两个年轻的 右边那一桌 都是对面的 行子豪习惯性的吸了吸鼻子 笑着脉步上前 来到秦宇身前 几个胆子 搞事都搞到凤北来了 秦宇闻声起身 你谁啊 换个地方我 他妈告诉你我是谁 行子豪大手一挥 全部带走 话音落 人群一拥而上 伸手就抓秦宇等人 老猫是万万没想到 对伙会来 懵逼了半天后 立马一拳怼过去 你们想干什么 老子是松江在职警员 平子豪 撇着大嘴 皱眉吼道 一个警员 你还敢在凤北 喊出事 你他妈也真是 没来过大城市啊 快点弄 都给我带走 老马等人来之前 是要经过松江 和凤北边卡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携带枪支武器 而对伙又明显是有备而来 所以众人瞬间就陷入了被动 三四个人一块围上了秦宇和老猫 动作隐蔽的就亮了枪 别动 他妈动一下 打死你 我他妈让你低头 喊叫声 怒骂声 在小酒吧内响起 老马退后一步 他身边的两个兄弟二话不说 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就冲了上去 行子豪歪脖站在卡座旁边 低头掏出烟河喊道 不是在逃犯吗 敢还手就给我往死里打 整没几个 老子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门口出 林霄的目光从惊恶不解 已经逐渐变成了愤怒 他将电话重新揣回兜里 转身就走向林念磊 你玩的可真不小啊 林念磊推搡着 抓住秦宇的小伙后背 林霄从后面一把扯过林念磊的左胳膊吼道 用枪逼住秦宇的小伙 目露凶光地冲着林念磊吼着 行子豪转身注意到林念磊后 立马问了一句 这个女的是干什么呢 松江的一个记者 永东张嘴就要提醒 他就是之前老原药 还没等永东把话说完 根本不管对方是男是女的行子豪 突然抬起腿 一脚就蹬了过去 我操你妈 联系媒体搞事 你们有两下子啊 砰的一声 一脚过去 猝不及防的林念磊当场被蹬倒在了地上 林霄一愣 立马伸手拉起林念磊后 瞪着眼珠子冲上去 你怎么都不想活了 谁都敢打 话音落 林霄在门口处坐着的那个跟班 蹭的一下就窜了来 直奔混乱的人群赶来 行子豪一看林霄冲向自己 第一反应就是后退两步 瞪着眼珠子吼道 妈的你们都瞎呀 给我N住他 喊声提醒了众人 右侧刚要帮忙去抓老马的几个小伙 回身就冲向了林霄 你他妈还敢还手 一个身材壮硕的青年 抬起枪把子冲着林霄的脑袋 就嘎的一声砸了下去 林霄动作极其利索的横移一小半步 头部略微向左一歪 右臂抬起 迎着对方胳膊啪的一声 用手掌扣住了青年的腕子 紧跟着右膝猛然上提 咕咚一声 撞在了对方的小腹上 砰一声 人群后 林霄的跟班冲上来 一个前灯揣在了青年的侧脑上 后者当场飞了小半米 咕咚一声 仰面倒在了地上 直翻白眼 你他妈还敢还手 揍他 林霄和跟班打躺下一人吼 对方瞬间炸锅了 蜂拥着冲上来四五个人 拿着枪和短笔就冲着二人 招呼了起来 门口出 永东看着已经扭打在一块的众人 立马冲行子豪劝说道 人带走就完了 没关系的人不用搭理 不然搞出事麻烦 行子豪双手插兜 完全是借事出气的吼道 在凤北搞出什么事老子都能兜住 还手就开枪 打死算我的 永东听到这话 扭头扫了一眼行子豪的侧脸 顿时皱起了眉头 卡台旁边 林霄和跟班虽然明显个人素质很强 但是无奈对方人多 而且手里还有武器 所以一被围住立马就吃了亏 四五个吃江湖饭的小伙儿下手极黑 而且干架招数阴狠 他们一时间摁不住林霄和跟班 就双手与其撕扯 右膝不停的抬起 冲着人家裤裆就撞去 林霄被憋在卡台旁边 一下子被撞到了命根子 顿时腰一弯 哦一声倒在了地上 人群旁边 林念蕾起身之后 也在与对方撕扯着 而秦宇一看帮忙的朋友也要挨打 顿时吼了一声 别动他们 跟他们没关系 吐吃一声 话还没等喊完 挟持着秦宇往门口走的一个小伙儿 低头掐着刀尖 一下就捅在了秦宇的大腿跟上 李涂 再喊 老子一刀让你断子绝孙 就在这时 杠的一声 枪声突然响彻在了酒吧中 扭打在一块的两拨人瞬间愣住 人群中 跟班满脸是血的站起身 举枪吼道 妈的 再上了 再上了一个尸尸 你有枪 我们没有啊 你他妈护谁呢 邢子豪带来的人立马散开 持枪嚷嚷了起来 林小五捂着命根子起身 脸色胀红的看了一眼 邢子豪 以及刚才拿膝盖撞自己的青年 这才咬牙说道 哥们儿 我们跟这帮人没关系 就是个误会 挨到我们认了 我们走 行不行 不是媒体的吗 凑什么呀 一块聊聊吧 行子豪 面无表情地扔下一句 转身就要离开 林小忍着钻心的疼痛 抬头喊了一声 我在凤北也认识一些朋友 要不你让我打个电话 行吗 行子豪猛然回头 指着林小就骂 看你穿的戴的像是有点身板 但是我告诉你 你在凤北就是个勾巴 你不是想找人吗 一会儿给你机会 我让你随便打电话 永东闻声立即上前 皱眉在行子豪耳边提醒了一句 这几个人无关紧要 没必要带走 你没脑子呀 他们是媒体的 你不收拾收拾 回头给你上演要怎么办 你信我的 那小姑娘有些背景 老袁都没弄明白 你先不用把人带走 回头他们要找事 咱们再找关系 凭媒体那边也来得及 永东脸色凝重地劝说 咱的目的是 给老马他们整回去 不是跟着几个 无关紧要的人杠起来 你说呢 凭子豪一听永东这么说 才脸色不耐地回了一句 媒体要是捅事 你他们自己解决 小酒吧内 老马冷眼看向秦宇 后者冲他摇了摇头 林念磊拽着大哥急迫地说道 哥 哥 他没有带走我朋友 那个秦宇 在宋夏真的救过我的命 就是宋夏那次 林霄瘸着腿 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地冲跟班说道 给最近的人打电话 就是我让一帮流氓给扣住了 出不去了 跟班闻声走到一旁 林霄扭头看向妹妹脸色 极为严肃地骂道 你长脑子了吗 你做新闻就这么多呀 林念磊一看跟班去 打了电话 顿时识相地没有吭声 几分钟后 秦宇老猫老马等人 全部被带出了暖冬会所 众马仔连打代骂地 将他们塞到了车上 行子豪打了个哈欠 坐在副驾驶上 吩咐道 给他们带到南郊去 好 车外的人点头离去 行子豪转身看一下后座 面无表情地冲涌动吩咐 擦屁股的事就这一次 我还是那句话 公司找老员就是为了减少麻烦 不是为了操心什么的 你们行就继续干 不行我们换人 这话很难听 但是永东还是客气地回道 知道了 人给你 你自己解决 行子豪睡眼朦胧地 冲司机吩咐 所以坐我回去 司机闻声起车 离开了小酒吧的门口 二十几分钟后 面包车后座 秦宇拱着腰 低着头冲老马问道 他们怎么跟上他 变强肯定是变强 他妈的小二一次失误 我们就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让你说话了吗 让你说话了吗 车辆中排座椅上的马仔 拿着棍子 哐哐地就冲老马的脑袋上 连砸树下 老马红着眼 忍耐着说道 刚才在屋里就该拼了 哪怕还能抛几个 但你为啥不让动 秦宇舔着干裂的嘴唇 我觉得还有会儿 还说还说话是吗 马仔拿着棍子就要再砸秦宇 就在惹着嗡嗡的 后侧道路上马达声音澎湃 两台墨绿色卡车 四台越野急匆匆的行驶了过来 行子豪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扭头看向旁边嘀咕道 大半夜的 还有当兵的上街 我操 墨绿色车队在左侧突然超车 斜着停在了路上 嘎吱一声 司机猝不及防 立马踩了一脚刹车 在路边停止 昏暗的街道上 卡车大灯光芒璀璨 一位三十多岁的军士 从车上跳下来 脚踏皮靴 双手抬起一把全自动步枪 冲着天空 扣动了扳机 震耳的枪声响起 军士高声吼道 两台卡车上 此刻四五十名士兵 已经持枪跳下了车 第二辆越野车上 林霄阴着脸 不乏怪异的跳下来 失手解开 尼戎大衣的扣子 露出里面一身 无比整齐的军装 以及胸前徽章 白手冲着 邢子豪喊道 来 凤北最牛逼的大少爷 你下车 这回我让你先打电话 随便打 第百二十七集 仙依怒马 林家郎 车内 邢子豪在看到军事鸣枪的时候 心里并没有慌 因为他以为对方认错人了呢 可当林霄和林念磊出来后 他才彻底蒙圈了 嗯 短暂的愣了不到十秒 邢子豪就用最快的速度 掏出了电话 首长哆嗦着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皮特先生 我有一件急事要跟你说 我在世元大道 遇到数十名不知身份的士兵 他们可能会抓我 你赶紧帮我打听一下 这些人所属部门 赶紧找关系 邢子豪语速 飞快地冲着对方说着 皮特本来就正在睡觉 再加上邢子豪的语速太快 所以他一脸茫然地问 天哪 你在说什么 让我去查不知名身份的士兵 你当我是上帝吗 邢子豪满头是汗的 再次扫了一眼对面街道 随即立马 报给了皮特车牌号 哐当一声 就在这个时 军事已经带人上前 围住了邢子豪一方的车辆 并且强行拽开了车门 林霄站在车外 伸手一把拽出来 刚才用膝盖磕自己的青年 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枪呢 青年哆哆嗦嗦地看着林霄 一时间不知所措 林霄瞪着眼珠子 吼了一声 我问你呢 你枪呢 青年吓了一跳 本能伸手摸下了后腰 拔出了手枪 林霄立马后退一步 指着青年喊道 袭击 你接着扛扛扛的 跟班闻声立马横拉枪响 青年双腿膝盖瞬间破碎 狂飙鲜血地跪在地上 嗷嗷惨好起来 军事持枪吼了一声 都他妈给我下车 抱头对排 数十名士兵 无声响枪 全部拉拽 将枪口对准车内 邢子豪额头冒着汗 硬着头皮下车 看向了林霄 你哪个部门的 知道你们经营 药物公司的权利 是谁给的吗 邢子豪一愣 没想到对方 已经查出了他的身份 林霄腰板挺直地 站在邢子豪身前 与其平淡地再次说道 你们生产和销售药品的权利 是特区批的 可你不知道的是 特区是老子这样的人 打下来的 你跟我白铺装逼 你配吗 林霄抬起胳膊 衬起自己的尼戎大衣 脸对脸地 冲着邢子豪问道 你不有点眼力吗 身是这什么衣服吗 邢子豪眨着眼睛 还真不知道 这个尼戎大衣 有啥特别的 林霄伸手拿过军事的枪 阴着脸吼道 我告诉你 现在这衣服 叫高级军官 冬季长服 但在过去 他就将小腻 就你这眼力 也配在凤北叫唤 还敢打我妹妹 我去你妈的 老子崩了你 金属都不敢问为什么 话音落 林霄抡着枪把子 动作极其迅速地 就砸了下去 碰碰 连续两声闷响 行子豪额头飙血 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 浑身抽出了几下 竟然晕了过去 送他 军事只听长官的号令 他可不管什么地方 富少顽固子弟 所以立马又吼了一声 呼啦啦的 士兵一拥而上 围着已经晕死的 行子豪就是一顿爆锤 车辆旁边 刚刚冲下来的 秦宇等人 目光惊愕地 看着林霄 一时间都不知道 说啥好了 老猫眨巴着眼睛 目光停留在 林念磊身上 突然感慨了一句 我这一腔热血 算是彻底被浇灭了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呀 林霄出了气之后 就带着妹妹率先上车了 而在场众人 则是全部被士兵 押解离开 去了最近的警备旅团 警备旅团是没有 监管积压场所的 只有几间 内部处罚用的禁闭室 秦宇等人被关在 单家内 也没人搭理 而他们又弄不清楚 这地方的水深水浅 所以更不敢多说多问 一夜无话 第二日中午时分 老马正焦急地来回 在屋内乱走时 外面才有人喊道 把他们提出来 送办公室去吧 好的 十几分钟后 老猫老马等人 被拦在了办公室外面 而秦宇则是 一个人进了屋 办公桌旁 林霄坐在椅子上 抬头看了一眼 秦宇招呼道 坐 秦宇犹豫了一下 坐在了林霄对面 嘴上没事吧 没事 他掐着刀尖扎的 林霄点了点头后 端起水杯 从抽屉里拿出一搭钱 顺手扔在桌子上 我工资呢 也不算特别多 提前预支了三个月的 不到一万 你拿着吧 什么意思 感谢你在松江 救了我妹妹 这年头呢 蟹字不重 钱重 你别客气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也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林霄直白地回应着 秦宇看着对方 没有拿钱 也没有回话 林霄放下水杯 打亮秦宇两眼 依旧话语直白地说道 还有一件事啊 今后 你离累了远点 至于为什么 我不说你也明白 秦宇沉吟半赏 伸手将钱推了回去 钱就算了 我帮过蕾蕾 她也帮过我 至于你说的话 我心里明白 嗯 明白就行 没事我就先走了 我送了 秦宇文声起身 迈不离去 昨天晚上的事 林霄虽然阴差阳错地 站在了秦宇等人的立场上 也帮他们解决了麻烦 可是她心里 却对秦宇等人 没有任何的好感 在她的角度来看 首先秦宇干的事 很危险 其次 昨晚双方见面时 秦宇等人还跟林霄撒了谎 而这种谎言中 让林霄觉得 他们 可能有利用自己妹妹的意思 秦宇离开办公室后 扭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标牌 监道上面写着 鸡茶掌事实 周梅嘀咕了一句 这么年轻的校官啊 室外 街道上 行子豪脸上瘀青未退 血迹未擦 面目猙獰的骂道 这几个泥腿子 我要不摁死 老子这口气算是出不来了 昨天晚上 行子豪几分钟内的狂妄 不知道让龙兴药物找了多少关系 才平了这事 光皮特一个人在数小时之内 就跑了多少个部门 第百二十八集 放马仔出现 营区办公楼内 众人正在快步准备离开时 老马突然叫了一声 不能这么出去 秦宇闻声回头 行行的那个小子是先出去的 他不敢进营区告示 但一定会让人盯着 我们得躲着点 对 老猫立即点头 汽车上 行子豪目光阴沉地 拨通了皮特的电话 言语客气 先生 昨天晚上的事 一定别告诉我父亲 好 我希望你能明白 龙兴公司是所有人的 而不是你父亲一个人的 愿上帝保佑 今后我们的人脉 努力 能全部倾注到公司上 而不是处理酒后闹事的 见鬼问题 不会有下次了 你的嘴部可能受到了重创 话语不是很清楚 去医院吧 愿你早日康复 皮特声下一句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行子豪碰的一声 将电话摔在椅子上 此老怪 就是他给老头子建议 让我大哥主管设备更换 草 昨晚有一天 老子要弄得他静身离开公司 永东皱眉看着行子豪 斟酌扮上后提醒 行少 我们现在不应该继续让人盯着营区了 因为对方跟林念磊认识 他们肯定有办法脱身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盯着温涛那边 继续找小曲 这件事里 马老二没有出现 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就 啪 啪的一声 一枪怒火 无处发泄的行子豪 回头一个嘴袜子 抽在了永东的脸上 要不是你们搞出这种事 老子能被当兵的打一顿吗 你这群废物 公司给你们这么多便利条件 有他们什么用啊 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你全废物 永东被打蒙了 脸色涨红 额头轻轻冒起地 看着行子豪双拳紧握 看什么 你不服气啊 我说的不对 行子豪瞪着眼睛问道 永东强行克制了一下心中情绪 声音低沉的回应 行少 我希望你能明白 合作是相互的 如果你们在松江有更好的选择 就不会给予我们这么多便利条件了 行子豪闻声一愣 永东看着对方的脸颊 心里有无数次冲动 想将嘴巴子抽回去 可是理智告诉他 自己只能忍耐 从上次马老二枪指永东 他被迫下跪的事件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是有取舍 并且极度能忍耐的抉择 所以他沉默半上后 立马插开话题 行少 你还是考虑一下我说的吧 行子豪骂了一声 立马掏出电话 周梅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行少 让你办点事 几个小时都没消息 拿我说话当放屁呢 行子豪语气帮硬地问道 对方挺委屈地回了一句 我早都查到了呀 可昨晚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啊 说 那个叫温涛的查出来没 对方组织了一下语言后 立马轻声回应 查清楚了 温涛在凤北没有亲属 他住的地方 李明杰加年华 市区内 某救济署盖的破旧桶子楼内 温涛坐在木质椅子上 身上披着棉衣 皱眉看向小曲 好好的 你说你闹什么闹了 冤家在马家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小曲吃了口菜 抿了口酒硬道 好什么呀 你知道松江现在对药品管控 有多严格啊 我一天卖五盒药 不出事能赚不到一百块钱 可出了事 那我就得在里面待几年 甚至 哪天一个说不好 双方才干起来 我都有可能被原家的人 砍死在街上 温涛叹息一声没有说话 兄弟 咱们即使想卖命 那也得赚来有性价比那些 我是觉得 跟马家的人混没前途 他们早晚得让原话弄梅 所以啊 我还不如就借着这个事 喂饱自己呢 也是 现在这年头 刺激都难活 还跟老板讲上道义呢 温涛点了点头 小曲借着酒劲说 小涛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姓 可确实经历过大事的兄弟 我也不瞒你 这次来 我身上带了点钱 你听我吧 赶紧把明觉的工作辞了 咱们一起干点别的 本钱我出 辞了 我现在挺好的呀 这活只要自己勤快 咋说也能汉老保收 不愁吃喝啊 我想调腾枪 但别人我又信不过 你要是想过得更好点 就跟我一块儿干 握握渠道 是在松江认识的 温涛陷入了沉默 你还想啥呀 当个放马仔 那永远是给老板赚钱 你自己要想活个人呀 就得自己干点事 听我的 把工作辞了 咱哥俩一块儿发财 你有多少本啊 够干这个吗 大倒腾肯定不行 但刚开始 小着点弄 肯定够了 温涛瞪着眼珠子 一拍大腿 行 那就一块儿干 如果真不行啊 踏不住咱俩一块儿回去当放马仔嘛 明觉管事的 跟我关系不错 只要我想回去 那就是他一话的事 操 还没等干呢 你怎么就想不行啊 你得相信 我们一定能行 对 一定行 那就干 来 我一会儿就回一趟明觉 跟管事的打个招呼 顺便去点东西 你还回去干嘛呀 打个电话说呗 我这个月的分城还在明觉呢 必须得回去拿呀 你别回去了 松江有不少人知道我和你关系好 我怕那边的人找来 哎呦你放心吧 我就回去取个钱打个招呼 前后用不了一个小时啊 而且啊 我让人开车来接我啊 他们盯不上 你可得小心点啊 马家现在疯了一样的招呼 你胆小个鸡毛啊你啊 这里是凤北 别说他们现在还没露脸呢 就算是真蹦出来 他在明觉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哎 别磨蹭了 来 干了 我一会儿就去啊 温涛端着酒杯招呼道 时至傍晚 温涛让明觉的一个朋友开车接上了自己 带着个鸭蛇帽 低调地返回了场子 明觉对面的住宿店内 马老二正要联系秦宇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喂 刘子舒低一声说道 我在场子里玩牌呢 那个温涛回来了 第129集 默默唧唧的温涛 马老二闻声惊神一阵 确定是他吗 确定 我看见有人跟他打招呼了 怎么样 动不动他 马老二声音急迫地吩咐 不 先别动 明觉的场子也不小 万一弄出动静 你们不一定能出来 你先给我盯死他 我马上去门口 好 两人结束完通话 马老二又立马给秦宇打了一个 带着对方战线 市区街道上 秦宇拿着电话之后没说 是 我们已经从营区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 这事还要谢谢你和你哥 除了昨天晚上的事 我也很难出去了 你们注意安全吧 我听我哥说 那个叫行子豪的 是凤北一个大药物公司的 纨固子弟 挺有人卖的 嗯 我知道 我还有点急事 先不跟你说了 小语 怎么了 那个 我哥有没有跟你说过分的话 林念磊略显犹豫的问了一句 秦宇一愣 没有 我就在办公室 戏了戏的 那就好 我哥那个人平时比较蔫 说话也值 挺爱管着我的 也挺好的 行 你忙吧 回头联系 好 说到这儿 两个人就结束了通话 林念磊坐在自己闺房的床上 心里突然感觉 自己好像和秦宇他们 莫名的产生了距离 双方客气的 好像刚认识一样 路边 老猫扭头冲着秦宇说道 这下好了 咱俩以后谁都别惦意她了 没啥用 秦宇顺嘴回了一句 我也一直没惦记啊 放屁 你比我还骚呢 就是嘴上不说而已 老猫撇了撇嘴 秦宇摸了摸大腿根上 缠着的纱布 立马插开话题 马叔他们给你打电话了吗 老猫低头看了一眼 手表 打了 他们取家去了 那等一会儿吧 他们回来 我们一块去找马老二 秦宇扫尸着一眼路边 轻声招呼 走 咱俩吃口东西去 明觉嘉年华员工休息室内 温涛用钥匙 打开自己专用的小柜子 从里边拿出一堆衣服和单子 顺手扔在桌上 制服呢 是上个月才买的 谁穿着合适就拿去啊 客户单子 你们一人分过去点嘛 上面的人我都吃透了 你们回头联系的时候啊 就说我介绍的就行 左侧的朋友笑着问 你真不干了 这也太突然了 是不是手里有啥好买卖了 没有 就是一个朋友叫我去他公司帮忙 温涛敷衍着回了一句 那谢谢了啊 另外一个小伙拿起桌上的单子 就往自己的小本上抄着联系方式 温涛笑呵呵地坐在床上 都别客气干纷纷 我不干了呢 咱们回头也别失去联系 在明觉这段时间啊 你们都挺照顾我的 回头啊 咱们撕下去 OK 回头我去你吃饭啊 众人寒暄之时 门外走进来一个中年 手里拿着一个白色信封 笑着扔给了温涛 这是你的工资 谢谢经理了啊 谢谢啥 既然不干了 在外面就好好混 说不定哪天啊 我还有事求你呢 还是经理说话 让人听着舒服 行 我忙去了啊 经理慢走啊 经理一笑转身就走了 温涛拿着钱站起身 故作调侃状地抱拳而说道 各位 那我就先走了啊 咱们江湖路远 日后再见 行 走吧 走 我送送你 说话间 一群人就出了休息室 奔着大厅走去 堵台靠近边角的位置 刘子舒慢悠悠地 掏出电话 低声说道 人出去了 温涛家中 小曲躺在床上 不停地看着手表 轻声嘀咕 这么默契呢 取个东西能取这么长时间 十几分钟后 温涛站在明觉门口 跟一大群朋友告别后 才溜溜答答地跟着另外一个兄弟 奔着左侧停车位赶去 不远处 一个人影快步走过来 一扭头正好看见二人 随即咧嘴刚要喊话 马老二手持匕首 从侧面突然就窜了上来 温涛 马老二喊了一声 以便确认对方身份 温涛闻声回头 啪的一声 刀刃寒光四射 刀尖锋利地顶在了温涛的胸前 你们干什么呢 开车接温涛来店里的兄弟 立马皱眉吼了一声 喷了一声 刘子舒和小九等人 简单粗暴地摁住对方头部 并且掏枪顶在了他的腰间 低吼 拖出一句就干死你 来 鸡头 上车 马老二扯着温涛喊了一声 温涛完全没有防备 此刻有点懵逼地看了一眼四周 正好见到了那个刚才要跟他打招呼的人 温涛扯脖子喊了一声 小鹿 不远处的人影 一看抓温涛的人 已经动刀动枪了 本能后退几步掉头就跑 小九迈步就追 妈的漏了 马老二瞪着眼珠子喊了一句 别追了回来 他一喊 明觉的人会出来 先走 其实马老二不喊 小九也够呛能追上那个人 因为双方有着十米左右的距离 而且对方还熟悉地形 上车 快点 马老二将温涛塞进车里 再次喊了一声 小九转身返回 两步就窜上了副驾驶 车内 电话铃声急促响起 马老二额头冒汗的扫了一眼众人 立即问道 谁的电话 温涛 温涛左臂被刘子舒 按着 右手摸到了裤兜的位置 用手按了一下 电话铃声灭了 刘子舒喊了一声 妈的 涛的 涛出来 快点 马老二瞪着眼珠子 催促了一句 温涛家里 小曲盘腿坐在床上 右手拿起电话嘀咕 还给我挂断了 啥意思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头猿和一大群小伙伴 共同创作的第九特区 作者 韦介 后期制作 小太阳 喜欢 请订阅 点赞 评论 三连 谢谢 第一百三十集 六十秒吐口 急速行驶的汽车上 马老二抓着温涛的头发 贺问 小曲呢 哥哥哥哥们儿 你别抓我头发 咱有话好好说呗 温涛使劲向上 想坐直身体 马老二瞪着眼珠子吼道 我问你小曲呢 谁是小曲啊 我不认识啊 温涛被挤得身体变形 说话时 有着浓重的喘息声 不认识是吧 马老二咬着牙 一刀就捅在了 温涛的左侧大腿根部 刺的一声 鲜血狂涌 喷得刘子舒 右侧上半身 全是血迹 温涛瞪着眼珠子 吼了一声 妈 又不许你扎死我 马老二突然将刀 向左侧横移 只听刺啦一声 温涛的裤装顺间就被划开了 温涛立马慌了 你干什么 涛凉不凉 我再动一下 你马上就会失去了做男人的快乐 温涛额头冒着冷汗 咽了口唾沫 你肯定知道我因为啥找你 老子从松江跑到这儿来 为了能睡一点小愁小愿吗 你不说 我就一定找不到她了吗 哥 你把刀挪开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小曲在哪 最后一遍 哥 你先把刀挪开 我给你穿糖葫芦 马老二抬起刀 冲着温涛的裤装就要捅下去 别别别 我说我说 我说 他在我家 在我家里 在我家 你别找你别找 他和几个人在你家 就自己 就自己 温涛可能真不怕马老二捅他几刀 甚至不一定在乎自己残匪 但是绝对怕对方让他断子绝孙 所以才情绪失控地回应着 你家怎么走 快点说 刘子舒催促了一句 在前面左转 温涛结巴地回应着 市区 一家卖肉店后侧 老马低头检查了一下枪械 才转身交代 小姐 你把钱给他 关其文声掏出现金 顺手交给一个陌生中年 对方接过钱 仔细检查了一遍 才笑着说 你们要在凤北搞多大事啊 三天内拿了两次响 你查户口啊 那随便问问 行 那就这样啊 我手里还有货 想拿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老马看了他一眼转身招呼 走了 众人闻声后 跟随老马离去 温涛家内 一直在等待的小曲 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 再加上他的电话 并没有联系上温涛后 心里就多少有些慌了 坐在床上斟酌扮赏 小曲立马用电话 查询了明爵嘉年华 前台的预定电话 并且拨通了过去 过了能有数十秒 电话接通 您好 这里是明爵嘉年华 您好 我问一下啊 温涛在吗 哦 这里是前台的预定电话 您找温涛 麻烦您打下他的手机 不好意思啊 他手机打不通 我是他朋友 有急事找他 您能帮我叫一下他吗 哦 我今天没有看见他呢 你问一问 上午我联系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要回去 帮帮忙 美女 我真有急事 那请您稍等一会儿 好的好的 二人聊到这里 小曲大概又等了不到三分钟 对方才重新拿起电话 您好 您还在吗 在呢 哦 温涛已经走了 走多久了 嗯 有一会儿了吧 小曲皱着眉头 斟酌半赏 好 我知道了 麻烦你了啊 没事 前台接待挂断了手机 室内 小曲再次低头看了一眼 时间后 突然站起身 动作极为利落的 就开始穿衣服 车上 马老二拨通了秦宇的号码 你在哪儿 在吃东西呢 你输去哪响了 我们再等他 我抓住温涛了 他不到六十秒就吐了 马老二直奔主题 秦宇一愣放下筷子 你动手 咱们跟我说一声呢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了 你站线 再说怎么都是抓 这事还用打电话研究啊 他吐了是吗 对 秦宇闻声站起 余苏很快的回应 那你给我地址 我马上赶过去 你现在赶过来也来不及了 我距离温涛家已经很近了 不如这样 你马上给李斯打个招呼 让他找边卡的关系 一会儿我抓住小曲 咱们直接就走 不用两小时就能过京 进松江 你什么意思 现在就有动小曲吗 是啊 我问温涛了 他说小曲就一个人在家 不不 你还是等我们都过去之后再动手 这样比较有把握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昨天已经和永东 还有药物公司的人碰上了 对面已经知道咱在凤北了 你明白吗 明觉嘉年华休息室门口 一个小伙儿穿着黑色制服 互吃带喘地问了一句 刚才温涛是不是回来了 他回来辞职 顺便取东西 休息室内 玩着手机的放马仔 涮嘴 回了一句 小伙儿擦着额头汗水 我刚才给门口看着他了 有三四个男的 给他在车里带走了 不可能啊 我们刚才送他到门口了呀 是在停车位旁边给他走的 你怎么没帮忙的 那些人问他干啥呀 我咋帮忙啊 那帮人有刀有响的 幸亏我跑得快 要不然他们连我都给扑了 小伙儿心有余悸 就在二人交谈之时 刚才帮温涛结工资的经理 迎面走来轻声问了一句 聊啥呢 谁被问走了 温涛 这小子 估计是又拿啥不该拿的钱了 让人给盯上了 我一会儿给温涛打个电话 你们该干活干活 别跟这下车 经理训斥了一句 脉步就走向了旁边 不到两分钟后 经理站在空无一人的楼梯间内 点头哈腰的说道 啊 是是是 我听说他在门口被摁走了 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好 感谢观看